臺灣第一銀行 四年前遭跨國駭客道理集團 鎖定 國外車手在臺灣的ATM 領出了八千多萬之後 車手就出境了 由潘可夫 安德魯 米孩爾 三人搭機過來處理贓款 三人入境之後 被警方鎖定逮捕 二審分別判決是四年六月 到四年十月不等的刑期 潘爾夫服刑完畢 他是摩爾多瓦籍人士 移民署 他說他是搭乘昨天晚上十點的 土耳其航空再轉機回摩爾多瓦國